现在有传出说五月一号 工会这边要发起千人的罢工 三个工会也都已经有这个串联 本席一而再再三强调 刚刚也看到是说部长 之前有很有诚意说沟通 但是沟通仅限于一月之前 之后一月之后 条例出来之后 部长就没有再跟工会有面对面的接触了 那本席之前委员会都一直提过 说实在话 我也不认为说每一件事情都要部长亲力亲为 说真的 因为部长一个人只有24小时 但是重点在于是 本席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现在如果说台铁人心惶惶 交通部不听意见 然后强推这个公司化条例 台铁人心惶惶变成是我人在上班 但是我不一定心在焉 那会反而造成是交通安全的疑虑 还有如果五月一号真的有罢工的话 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是不是受损 到时候会不会政府失信 台铁员工也不满意 消费者又没有拿到 又没有办法做到安全的运输 而造成三书的局面 五月一号怎么样的避免 跟洪委员报告 五月一号他也不叫罢工 他是劳计法上面规定 五一上他们节日 他本身可以不加班 是 但是我刚才谈到的 所以您认为那不是罢工 不是刻意的 他没有罢工 他是这个就是不加班 所以您尊重这样的行为 我是觉得在当然 部长 那个洪委员讲这个很重要 我要特别处理 这个就是要怎么处理 我想这段是今天答询完 我希望了 我也知道他也拜托了很多委员 今天我们做一个答询 如果能缩小这个旗舰 那我用这个部分在下个礼拜 整个礼拜的时间 一来一来一来还会继续沟通 那前前几 这几个礼拜都是请杜家长在沟通 那下个礼拜 因为今天答询完 我亲自会找他们来讨论 还是 你在五月一号以前 会跟他们面对面沟通 下个礼拜就会找 在下个礼拜 好本席重点只有一个 就是社会大众的交通安全 跟社会大众的权益 不能受损 政府不能失信于民 谢谢 我当然这句话也要跟工会讲 要注意这一点 水神抗俊业呢 他比较特别的是 他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所以是温和不刺激 所以呢是没有残留 没有污染 一天使用很多次 也不会刺激你的肌肤 小朋友孕妇都可以用 我们可以到快点购来购买 也可以输入燕淫的 推荐代码CPI我发发号 可以有折扣哦